邱凱 哈嘍大家好我是降 Hej 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夏日大逃亡 是的我們這一集呢首先就要先嘗試 看看到底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擺脫 如果他每晚都會來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擺脫他呢 如果不把他打倒的話 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方法呢 欸... 欸? 欸? 你...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是不是藏在這裡他就不知道我人在這裡了是不是? 然後他會背對 他背著...他轉了三百... 他轉了三百六十度欸 等一下 所以...所以我... 我...我躲在這邊的話我可以... 我可以隨時從背後偷襲他對不對 我感覺可以欸等一下 他是不是要攻擊了?沒有欸他沒攻擊欸 我是不是可以躲到他的背後 哇他攻擊了他還是攻擊了 所以他剛剛揮斧頭的那一瞬間我應該太靠近他還是會被他給弄死吧 欸我們再試一次我們再...欸 喔喔喔喔喔他完全背對著我 原來可以弄成這樣子喔 上...欸為什麼這一拳就沒有揮到他了 喔還是可以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還是一拳成功的把他給打倒了 原來如此 我再來試一次重新來過 每次聽他就講這些話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種奇怪莫名其妙的喜感呢 你...你先冷靜一下好不好 他聽音樂有沒有用啊 他聽音樂讓他冷靜一下 這... 這...這... 講什麼鬼東西啊這個東西 終於有了 這...這...這音樂有點... 這音樂有點悲慘啊 這...這音樂是會加劇他的那個攻擊行為啊 這個... 不太好啊 喔沒...沒辦法了 他...他看來是已經不會冷靜下來的 沒有辦法 稍微再靠近一下 他會灰對不對 看能不能直接穿過... 穿過來了 這樣子我們也是可以成功的躲過他的攻擊欸 可以穿過來他屁股有點濕喔 然後可能是這個... 你們知道 大家知道這個是夏天啦 這個天氣太熱了啦 所以... 我們就這樣子可以離開了耶 他會追出來嗎 他看來沒有要追出來的意思耶 他會走 他有在走他有要追我的意思對不對 他...他想追出來 哇~~ 哇...他走過來好可怕喔 嘿你好 你好 他...所以他會...他會一直追著我就對了 他會一直朝著我走過來 原來如此,他還會走...喔!來了! 他來了!我讓他走出門口,走出門口來 走!走出門口來啊,來啊來啊來啊,你走得出來嗎你 他走不出來欸 他... 看來... 不對,他走出來了,他走出來了,他走出來了 他走出... 只是...我是不是離他太遠的時候,他就不知道我身在哪裡了 嗨,你好啊,讓我們從這邊走出來一下 我們引用他一下好了 天啊 順著這個音樂,他好像也跟著在起舞了,有沒有 來來來來來來,我應該只要稍微再走出來一點,他就會跟著走出來了吧 他的唯一目標應該就是想要完全的走出來找... OMG 他追出來了 他走進我的車庫裡面了,他想要幹什麼 他走下去了 原來如此 所以他走下去之後是不是再也上不來了啊 沒有這樣好不好,你不是很喜歡喝我這個的嗎 我一針桶送給你好不好,我一針桶都送給你了 一針桶,我一針桶都在那邊了 拜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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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過來了 順著這個音樂的感覺好像真的有在跳舞的感覺耶 所以我能拿一下我的這個 他 各位 各位,他 他走到這個地方來了 這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事情 全世界最可怕的事情發生 他怎麼有辦法走到這個地方去的啊 敲一下 這個是不是在打地鼠啊,這個 所以他不會被這個輪胎給弄倒了喔 誰,電話來了 電話來了 求救救命啊 誰啊 老闆 老闆 我這知道是老闆 老闆 有你手持斧頭的兇漢在我家晃來晃去的 老闆你曾經是摔角選手耶 救我一下 老闆看來是不會救我的 所以 所以 他 他又走出來了,天啊 這一片板子 對他來講是不存在的就對了 而且 而且說實在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前面過去就是那個水了 就都是水了 所以他是被我這個桶直接卡住了嗎 看這樣 看這樣子好像是耶 我稍微走出來一下好了 他應該走得出來了吧 他還在那邊晃來晃去 所以他的這個 他的巡路 他可能還是喝醉了啦 有沒有看到 他現在的 整體的行動模式呢 就是一個喝 喝喝喝醉的人的樣子啦 所以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已經 走不出來了吧 我 我在猜啦 所以 如果他走得出來的話 我就在想說 如果我把門給關上 他 有沒有可能就把他給關在裡面啊 如果他 我看真的把他引用出來好了 引誘一下好了 天啊 順著這個舞曲 他真的 他是真的喝醉 喝昏頭了 聽到這個歌曲之後 就開始在這下面 跳起舞來啦 他看來好像是下去之後 再上不來了 那邊的障礙對他來講太大了 所以他再也 他再也上不來了 他真的好像在跳舞 而且 這邊還燈光還特別的閃亮 我的天啊 好吧 沒辦法 看來他應該是出不來了 所以我們只要躲到屋頂 就有辦法把他給引誘到這邊去啦 然後他就再也上不來了 這樣子 好的 即上一次我們聽到老闆唱歌之後呢 這一次有酒鬼會跳舞了 非常的好 這遊戲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我慘 好 我們再次走出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把這個先關一下 我們 試試看 大家好像都會 要我試了對不對 看看這個東西呢 看看有沒有辦法 直接就往他 oh my god oh my god 這個好像沒有對陣 沒有對陣 沒有對陣 所以稍微的 呃再對一下好了 所以他其實在那邊轉來轉去啊 然後他是在找一個路線 一個好的路線 然後可以過來把我給這個 砍死之類的吧 所以現在的話呢 我看看喔 這個東西是不是需要稍微搬一下之類的 應該要搬吧 我應該搬到了吧 我不知道 搬到了太好了 衝啊 沒有用 沒有用 天啊 浴服被砍死了 我們 我們 我們終於又再一次面對他了 好吧 請 請給我音樂 請給我音樂 請不要在那邊講一些有的沒有的會的話了 好不好 砍一下 我們這時候趕快走出來趕快走出來 欸 所以我們已經很確定了 除了把他給打倒 不然的話呢 他就會一直呢 走路追著你 但是他的腳看起來就像是穿過了我家地板 他居然 他憤怒的到了他的那個腳用力的踩踏 可以踩壞我家的地板 然後把腳伸到這個 木板底下去了 可見他現在有多麼的憤怒喔 所以我也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但是呢 現在的話呢 我們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呢 減低一下他的怒火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應該是要來稍微請他喝個酒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是他最喜歡喝的 我獨家釀製的東西對不對 他沒有錯就是他了 來 他居然已經出來了 給你喝 他看樣子是不會喝的 他還是繼續呢 呃 他的斧頭還是繼續在灰砍當中 所以他不會喝 那我們就把枕筒呢 交到他的頭上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 他又在那邊晃來晃去了 走 去吧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用欸 真的也沒有用 已經全部都倒下去了 好像也還是沒有用欸 所以他會一直在我家裡面晃來晃去 所以如果說把他給關起來的話呢 他有沒有可能有辦法開門走出來啊 我是相當的懷疑啊 他果然一直卡在門口有沒有 他走出來他走出來 我們把他引誘到這個 車庫裡面來看一下好了 呃 我們就讓他呢 呃 先讓他在稍微對門口一點的地方 欸再進來一點點 我人在這裡我人在這裡 不在那邊不在那邊 欸欸欸欸欸欸 欸你 你 你你你醉過頭啦你 嘿嘿嘿嘿嘿嘿嘿 來來來來來來 朋友你好朋友你好 請進請進 歡迎光你不要抓下去 不要抓下去 你抓下去就再上不來了 上來 嘿嘿嘿嘿 好吧所以用這種方式呢 也可以呢 就把他給關在我家的車庫 但是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行為有沒有 因為他就一直躲在我家的車庫裡面啦 看這樣子 不管是到天涯海角 他都一定會追上來了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在這一輛水肥車上面睡個覺 起床之後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為了確保我的生命安全呢 我覺得還是先把門關上好了 我們在這上面睡一下好了 喔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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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欸起床了 好像沒事 所以呢好像只要不要在房間裡面睡覺的話呢 好像就沒事了吧 應該是好像不會 我下車然後突然之間就 從哪個角落突然衝出來 對我一斧就劈下來了吧 好像沒事 房間裡面呢看樣子也不會有事 看樣子只有在我們自己的房間裡面睡覺才會出事耶 好可怕喔 還是說他現在人其實已經不知道到了哪裡去啊 感覺上是沒有耶 所以其實只要在車上睡覺的話呢 就沒事啦 哈哈哈哈 原來如此 既然如此呢 我又重新再來過一次 我就在想我們在那個別墅睡覺呢 應該也不會有事的才對喔 所以說我直接就到那邊去 我直接呢就划船到別墅那邊去看看好了 好這船呢我在拆 可能有可能擱淺了之類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隨便推一下吧 然後我記得 沒錯是不是邊邊這邊可以點還是幹嘛 喔對這邊 這邊可以點的 我們可以直接就爬上船的啦 所以就不用在那邊跳來跳去了 哈哈哈哈 直接爬上來就行了 好我們來拉一下 可以 來來 走出發 小島我來了 好我們終於到了 我就在想 我們 這個什麼時候變成了 夏日大逃亡 然後這裡呢 看起來就像這個避難小屋一樣 不會我在這邊睡覺他還有辦法游泳過來吧 這座島在湖中央欸 他如果有辦法游泳過來 那也真的是很佩服他囉 不過呢我們不管怎麼樣都是睡了一覺起來才會知道 他會不會突然之間又站在我的旁邊啊 沒有聽到他講話 沒事啊 果然避難小屋也是ok的 其實我就在想要未來的話呢 那個酒 那個商店老闆啊 他不是晚上會去經營酒吧 然後但是到凌晨兩點他又不經營了 就像酒吧他又關店了 他剩下來的時間其實是可以去開一間那個什麼旅店的 對不對 我們也許到那邊 我們那邊有一個旅館 我們可以在那邊睡覺 好像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啊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樣子 他應該 我們這邊是還有一把斧頭啦 所以 他如果真的有辦法游泳過來的話 他如果要來找我就會有兩把斧頭了 他會變成雙斧俠 然後來找我 好可怕 OK所以說呢 沒有問題 好的 所以說 其實事實上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測試的 大家還記得我們的沙發嗎 但我的沙發 我真的已經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我在想他應該是回到垃圾場去了吧 所以我必須要開著這一輛車呢 去到垃圾場 看看能不能把沙發給找回來 喔上一集說到說這個 我們如果搭乘小綠車 然後經過鐵軌如果有火車剛好過來的時候 小綠車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喔 有人跟我說他有遇到過這樣的狀況 那那個小綠車聽說是會那個 突然之間加速到一個非常神速的地步 來躲過這個火車 所以我在想應該是 坐著有設計吧 會根據火車經過 然後來調整這個小綠車的速度的 好了我們又再一次來到這裡喔 那這個直線賽道的部分呢 我們要在17秒裡面跑完 我們還是沒有辦到 但是我相信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座椅拆掉之後 再把輪胎給換上正確的輪 應該還是有可能辦得到吧 雖然我覺得還是很難啦 好的天色已經很暗了 真糟糕 我好像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我現在路線看的並不清楚啊 我會不會在這邊翻車然後死掉啊 應該不會吧 我在那邊看到了看到了 沙發果然回來這裡了 物品重置之後連沙發都回來這邊啊 我的天啊 太好了我把沙發帶回家 好了終於是平安的開回來啦 天色已經不是要多暗了 然後我覺得好不容易把這個 沙發給帶回來了 我覺得我會在好幾個地點測試睡覺吧 然後我就先那個好了 我先去保存一下遊戲 好的非常的勞累了 然後我已經在非常勞累的狀況 哇已經凌晨12點啦 我在非常勞累的狀況之下呢 呃去把那個我們的 我們的沙發給搬了回來了 所以說 我不知道想知道的是 那如果我直接在這個車上睡覺呢 應該不會有事吧 沙發在這裡 我們直接躺下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他怎麼不會 我睡醒之後他真的在車子外面等我吧 所以我可以直接從這裡面 然後就直接從車子裡面走出來的樣子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怎麼覺得 我人是一直蹲著的呀 等一下啊我覺得怪怪的耶 我的高度不對啊 我是一直蹲著的耶 所以 欸真的耶 所以我從裡面睡醒下車之後 我的高度有問題啊 我的人 我的人就變矮了什麼 哈哈哈哈 我煩老還逃喔 回到孩童時代 哈哈 只是睡了個覺而已啊 這一切都只是一場夢而已 天啊而且我站不起來了真的 這 這什麼bug 那我如果說 想要從這邊跳 跳回去來 到底行不行啊 我現在只能一直維持蹲著的姿勢 這就是 這就是 欸 我是不是回來了 我又回來了 喔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我 奇怪了 好吧很奇怪的bug 不過看樣子我們應該是 在外面的任何地方睡覺都不成問題 但是如果說沙發拿到了這個 房子裡 呃我們的房間裡面去睡覺會不會出問題呢 好的 這個 月黑風高 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夜晚 我們呢先把我們的這個沙發 欸欸欸欸 門怎麼關著了 打開來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的沙發 我們就放在這一邊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把沙發放在我們的床上 然後呢我們呢到沙發上面睡覺 好可以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睡法呀 安全有沒有 所以這個方法就可以讓我們在自己的房間裡面睡覺 而可以完完全全的躲過 這個 酒櫃的追殺了 我們要做的就只是把沙發給搬進來而已 可以 YES 原來這樣就可以躲過了 OH YEAH 哈哈哈哈 而且這樣我們 我們這樣子也算是在我們自己的床上睡覺了 對不對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完全安全躲過 好的 所以也就是說呢 其實把沙發給搬回來有很多的好處 對不對 例如還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 我們可以呢 把這個沙發 搬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 屋頂上面去對不對 我只要稍微跳得好的話 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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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完完全全呢可以讓我們自己睡在自己家的屋頂 他怎麼可能可以 找到屋頂來嘛對不對 這個所謂 夏天這邊可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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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熱的這個環境 我們呢 我們呢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直接睡 欸不對好像是被太陽給曬到醒了 嗯 這樣子應該反而會更熱吧 所以 喔OK 看這樣子 我們有沙發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任意的一個位置睡覺啦 甚至呢在這個 呃這個屋簷下面睡覺呢都是很OK的 然而 我覺得最棒的一點是 只要把沙發給放到我們自己的房間 放在我們自己的床上 我們就可以呢 完完全全在自己的房間裡面睡覺 而且可以躲過這個 酒鬼的這個追殺啦 太好啦 就是這個樣子 安全躲過有沒有 而且還可以用任意角度睡覺 因為他只要呢轉任何一個方向 放到我們自己的床上 我們就可以在用任意的角度睡覺啦 甚至 這樣子我們不是就等於是站著睡了嗎 喔我們能不能站著睡啊 我試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狀況 這是 哇 然後彈出去了 什麼鬼啊 搞什麼鬼 這個真的是 好總而言之呢 大家看到了 我是一名吸血鬼 這個就是我 沒有錯我是一名吸血鬼 大家應該有聽說過 呃吸血鬼呢 好像某些吸血鬼呢 是可以這個 所謂的站著睡覺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像這麼一擺的話呢 我同樣是可以點睡覺的 代表說我這個時候呢就是 站 我好像 上下顛倒了 我的頭現在是放在下面 我上下顛倒了 欸不過呢 我們還是睡醒了 雖然說上下顛倒了 但是 對不對 那個酒鬼一進來看到 哇塞 這傢伙怎麼倒立著睡覺 一定是個吸血鬼 所以嚇到了 再加上他看到旁邊這一張畫 他就知道我是一名吸血鬼 所以也不會趕來找我的麻煩了 所以 這就是 各式各樣的可以躲過這個酒鬼追殺的方法耶 好帥喔 好吧為了不要讓我這個整個人是顛倒著睡的 我還是把這個沙發給轉過來好了 欸好 應該要把它給擺到正確的方向了 好像會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我相信我應該還是 我應該還是能夠辦得到的吧 對沒有錯 就像這樣子把它給完全塞著 衣櫃反正也打不開對不對 我像這樣子就可以直接在這邊點了 直接睡覺 非常的好 所以在我們的房間裡面呢 我不但可以躺著睡 我還可以站著睡 哇 我怎麼可以變得 這麼的神奇啊 我們還是吃個臘腸吧 我們那個牛奶這麼珍貴的東西對不對 雖然說他放沒幾天就 正常來講應該已經壞掉了 但是我們因為是吸血鬼的關係 根本不用去在意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再把冰箱給關上 然後呢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想要去那個修車店那邊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塗裝到底好了沒有 等一下 他居然還會走到這個地方來喔 欸怎麼寫 不是我會說欸 這裡的風景其實還挺漂亮的嘛 欸老兄你的 呃 他好像也是被人 他 眼角 眼角看起來像是有淤欺有沒有 有人說他是不是被他跟他老婆吵架 他被老婆打了之後他不爽出來在外面那個 我只是想要回我自己車上而已 你這是何苦呢 還好我沒有在這邊被自己弄死啊 是他的詛咒吧 他的 他的怒氣把我的車子給搞成這樣子了 不過這個擋風玻璃 掉了之後還真的是超級清楚的 我覺得以後如果開這輛車都先把擋風玻璃打掉算了 然後我的車看樣子好像是應該還沒有 我的車還沒有弄好這樣子叫我怎麼參加週六的賽車比賽 雖然說現在已經週六了 啊 就是因為週六了 所以賽車 所以這一個 這個傢伙就不工作了 因為已經週六了 對啊 因為他不工作 喔我的天啊 所以要來參加 喔我們要那個閃亮登場來參加這個賽車比賽的話 我們還要再多等一會兒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我的夏季汽車喔 我終於呢是已經找到了一個可以完全克制這個 對不對 呃 酒鬼這個早上門來的這個方法囉 重點只要我們呢能夠站著睡覺 不然就是呢要躺著睡就把他給放到床上去 睡在這上面 我們就可以完全的躲過他的攻擊啊 喔喔喔喔喔幹什麼 喔我是不是 我點到床了 是不是啊 沒有啊我沒點到床啊 所以 對我是點他呀 我剛剛為什麼 所以說 剛剛像這樣子擺脫我們還是要睡在自己的床上 然後 同樣也可以躲過這個酒鬼的追殺欸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太帥了 原來這樣子就可以完完全全的 OK 了解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過我們還是呢 最後把他叫出來看一下好了 有點懷念他 所以我這一次呢 完完全全是躺在自己的床上 他終於又再一次的出現了 所以 我們未來呢 只要希望他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就睡這張床上 他就會出現 他就會到我們家裡面來當客人了 對不對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 好不好你辛苦 喔我怎麼按錯按鈕了的樣子 我應該是按這個按鈕才對 所以我們先靠近他一下 再回頭一下他 來 睡個覺吧你 可以了 可以了你就安心了 睡睡在我家吧沒有問題了 你放心好了 可以把它放到我的床上之類的 哈哈 讓他好好的睡一覺 所以大家聽 他睡得多麼的安穩啊 你放心好了 你就這樣子 睡在我家的這個床上就行了 然後 你的錢呢暫時呢 就先由我來保管 你放心好了 我會好好的善用你的錢的 你放心好了 好的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呢 我的下支汽車 希望你們會喜歡 喜歡的話呢不要忘記點一個喜歡喔 感謝大家收看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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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